一般人对他的印象和我私下里对他的印象特别不一样 但是有一点是一样的 就是说这个讲究 就是说这个较劲 就是说这个较真 但是我现在觉得你要较劲较真 我其实自己没觉着过较真来 这其实跟你家装修房子是一样的 你说你要这样的地板 他给你拿来不是这样的地板 你就老家人说不是 那装修队一定觉得你较真 他不觉得这有什么区别 所以拍戏也是这样 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出来不那样 你比如说我在房顶上拍 房顶肯定就不好拍 你真房顶上不去人就塌了 北京这房顶没剩下几个 更不能让你遭害对吧 那我们只能答应房顶 那搭一个不够时 搭了四万平米的房顶 那你在哪搭呢 您在北京没这么多地 我们想另外这天也不好 我们就去了云南 在云南有好天 还得弄北京的人去 把那个北京的 向北京的瓦给铺上 然后跑一趟 这瓦就碎一趟 然后还得马上再弄上 那你说这个 他较不较较劲 旁边看一定是较劲 你不是拍电影吗 你非这么大 但是问题是 你想让这些人在房顶上跑 想想行 实现就得这么做 所以我就觉得 他的这个电影 第一次你看看 那个阳光灿烂的日子 给我一个感觉 我一直 后来我明白是怎么回事 我说就是他好像能把他梦见的东西拍出来 甚至包括这个颜色都对 但是这里边又很好玩的一件事是什么呢 他反映他少年时候在北京的 你们的那个年代 我在石家庄啊 我也不知道北京是个什么阳光 是个什么颜色 是个什么质感 但是为什么我看着就觉得 对就是这样的 你知道这就 所以我就从这想啊 就有的时候 我们信以为真的东西啊 实际上是 怎么说呢 你愿意相信 是你选择的是你愿意相信的 主观的真实嘛 而且刚才讲到讲究这个事情 我觉得讲到电影啊 有时候就是像尤其您 因为我们今天讲到本来不剧透你的电影 可以剧透 剧透就没事 我不怕剧透 像我先举一部之遥 因为一部之遥真的是我的最爱啊 就是您的作品里面我的最爱 就是给你这种人拍的 是吧 对 我都说 我都说 你知道吗 当初一部之遥 因为上片的时候呢 我赶不及看 我后来等稍微过了一个月之后 我再约人跟我看 没人想陪我去 他们都说 一个人都约不到 为什么 为什么 说看不懂 有的人喜欢 有的人不喜欢 反正我最后是一个人看的 真的 我都会 对他们给我很多 听说不好看 大部分人是说听说不好看 没看过 但他们说听说不好看 他们那么容易听人 我最后花了二十几块钱买了一张门票 一个人买了就看 看得我真的是各种的热泪银筐啊 满腔热血 我就觉得太棒了 这个电影 我们讲到讲究就是它的场景 还有它的那个美术 因为可能我自己是混过几个剧组 所以可能我对一些服务啊 然后道具啊 整个场景的那个 我真的觉得太棒了 你要知道 很多人说 那开场不就大腿舞吗 你要知道大腿舞 也有高级的大腿舞 跟不高级的大腿舞 对 网美是见过高级的人 没错 环游世界 没有 我要讲的就是 它那场大腿舞 我不晓得那场 那个场景要花掉你多少钱 你看那所有的舞者的水平 到后来那个黑人 跳踢踢踢舞的那个黑人 那个跳踢踢踢舞黑人也很棒 我现在想 你这个你可能要买一张机票 飞到拉斯维加斯去 花个最少三百美金 你才有可能看到一个 这样子水平的一个演出 我就觉得 这不是讲究这叫什么 那是电影还是演出呢 演出 那个是秀来的 但是就是说 它的那一出电影里面 你要买多少张票 你才能够把那些演出 还不一定看得起 你还不一定能看到 这样子水平的那个 但你觉得那个等于电影吗 谁啊 大腿舞 大腿舞等于电影的一部分 等于那个时候 等于那个时候 如果写上海 尤其是一帮老北京 跑上海混的时候 那是很深刻的印象 对 要不说我觉得 对这个姜文的种种评价里 我跟这个 就王硕说的 我觉得特别符合 我的这个心情 就是说他这个人吧 就好像你老觉得就是想帮他做点事 因为你就觉得就说这个中国电影啊 都有这么一个人 但是你也觉得很难再有别的一个人 因为什么 我这一看啊 我觉得他就拍的就是梦啊 就这个一步之遥 这个后边 为什么很多人也很难接受 确实是 我跟你说 他对于很多人来说啊 你也比如说要叫我拍电影 今天的很多导演啊 心里是有很多算计的 或者说 我不能那么自我吧 我梦见的 好家伙 你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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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那个葛优 什么什么很很狼藉的那样出来 很多女的穿着那个白色的 像婚纱一样的东西 就是梦游一样的在这个这个田野上那么走啊 我就觉得这这就是在拍梦 但是问题在于 他就敢就把这个东西呈现出来 你不觉得 你当时不担心 就说哎呀 很多人看了这个 他会他会有什么感觉 我觉得我我要担心我就不拍了 我跟你一样 我没担心 我以为我以为那大伙 你以为他他们都明白 我以为我拍的都是他们的梦 我没以为我跟他梦不一样 我觉得刚才广美讲这一段 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意思 就是看电影 不是每个人都看同样的电影 是 我倒是一步之遥 我倒没这样 我就觉得让子弹飞 他确实有很多细节可以看 他刚才看的是一个细节 你比如他看的细节 就是比如他说跳舞什么的 你应该比较 没有还有啊 不不 咱就先说这一步 要把所有的事都说光了 这就是我的一个例子 对 你要让我我看不出什么好 不就踢大腿吗 我第一次发现女的也喜欢大腿 我 我以为男的喜欢 他是专业 因为这也是他的优势 对对 人家广美当年是世界名模 对对 广美他说他是从专业的角度去说 这个演员很好 对吧 第二呢是我的专业 我专业是过去做文学编辑的 对吧 对语言台词 我认为一个好电影一定要留下至少一句好台词 您这一电影好 俩钟头扔出去了 一句话都记不住 让子弹飞一会儿 让子弹飞一会儿 还有就是站着也把钱挣了 这符合这个时代所有人的心理 因为大部分人挣钱 我见过咱不指明啊 指明攻击别人 特牛的老板 最有钱的老板 那钱全是跪着挣的 自个儿委屈自个儿挣的 出了门跟我说 怎么的 当时没法惹不起 他们主要也靠出台 出台哄人 哄高兴了 最后把这钱挣了 对不对 所以 所以就说会也这样 一样 你不想把观众哄高兴了吗 我想啊 嗯 我是这么想的 我说只有我高兴 观众才能高兴 我是这么想的 这没有错 那要是有的时候观众反应 看不懂了 或者说看的这个 我觉得这永远会有 他就跟一蹭杆似的 就见这蹭杆似 我这是相同行吗 你就分这几两吧 说 好 大家都懂的 其实也就是说二两这以下 他没他不懂 八两是明白的 也顶多是这样的一个 这个配比吧 像他呢 他算这个上边二两吧 明白 可能也有七八两没明白 这可能会让人说成 一个不明白的东西 就跟男女似的 人家说没有绝对男 没有绝对女嘛 是吧 是个光谱 是一个 但是这东西也会随着变化 他可能过过多少年 他发现 谁说这个 是当时他们说的那样 像他说那很多人 其实他就听别人说的而已 他自己其实不知道 他没看 所以这里边就提到一个 原来不知道听人说这么重要 我是不会听别人说 这东西该不该去 但是 大部分人还是听人说 对 中国人的盲从性特别重 就是它是一种盲从文化 很容易听到 所以那就是说这个 对 先一批对电影的评价的人 还是挺重要的 你自己对一部片子出来之后的 这个大家的反应 是有预计的 还是都是都能料得到的 还是会出乎 经常会出乎你的意料 首先我也没拍过那么多片 加这个一共六个 基本方向是没错的 你就知道会有这么一些个 对方向没错 但问题是这样 就是说 你看你要什么了 就像你刚才说的 你真想要点 你看见的梦 那可能会有一些 就是你会 你最后会感慨 孟光美太少了 像孟光美这样 你其实之前你也会有这感 你就知道 你知道你会赌一把吧 有的你像子弹飞 应该不至于赌那么狠 因为它就是一个 特别像我们小时候 看的那种电影 也像西部片 它就跑不了哪去 我的电影技术肯定没问题 男的不在这 技术那方面 比如很多人说 能不能把故事讲清楚 能不能有趣 这不是事 这是技术 那在哪 难的是你能不能不讲一个故事 因为 太阳照常升起 我绝对是难的 我到现在 我都很庆幸 我拍那么一电影 但是呢 我觉得我没拍太好 因为 它比我拍出来的更虚幻 就更不容易抓到 但是 我拍出来容易容易抓到 因为它这个画面是实的 一拍就 就都实了 我应该当时做点手脚 让那个 更想看的东西实点 不想看的再虚点就好 为什么你的电影里 经常这个声音呢 都像打雷一样的 那个蹦 蹦 一个头磕地上 这是给我一个 特别明显的一个印象 包括你的这个枪声 是吧 我觉得都是 这个 这种声音是怎么回事 你要这么说吧 我也有一点原因 好像 当然 本身对声音比较喜欢 有不同的声音 这在电影里边 你终于能体现 第二 我八十年代 八十年代末了吧 有幸出去参加我几个电影节 也带着中国的片子去 我有一个非常深的感受 我去 我一看这中国电影 看半天 节奏又慢 动静也没有 颜色也不好 我说这可怎么办 这特别着急 然后就赶紧跑 怕人知道 我是这片里的影音 然后随便看 他们好多电影并不高级 思想性也一般 都不像中国电影 那么有很多的思考在里边 但是它技术做得非常好 就是要声有声 要闪有闪 你就光是声音和色彩 你就有很大的享受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稍微受点刺激 我说这东西是能做好的 这东西不是可以做好 那我就一直在追求 起码把它做好 所以前日在上海电影节 他们问我说 你觉得改革开放四十年 有什么变化 中国电影 我说起码现在电影拍的 你让人乍一看 还都像电影了 就是那样都没错 这只挺大一进步 以前连样都不是 以前什么样 以前上来说这是馒头 你看半天这是馒头吗 还得跟你说半天才明白 很多电影的手段没有充分利用上 你比如那时候居然聊的那种科学 特别可惜 现在听绝对可笑 当时也挺可笑 可是大家会聊得很认真 就是电影要跟戏剧分家 你可能记得 他们小不记得 我说上戏剧院的时候 我说这是什么意思 干嘛聊这事 没多大意思 而且他其实就是想把电影怎么弄好 然后怎么找别人的茬 但是你要知道 其实没有戏剧做底子的电影 是拍不好的 我看他的电影 上千年的艺术 我看他的电影 我就越看越看着 他是戏剧的底子 不是 你这是必须有的底子 当然还有建筑的 还有音乐的 以前中国很多电影拍出来 他没底子 他只是出点照片 色 大概是那个意思 你得使劲想 它是个电影 你得给大家个理由 离开沙发 家里的沙发 对 我凭什么做梦 还花钱 还花钱 搭工夫 那你得有这个理由 现在的确 刚才马也说 很多电影拍的 还不有电影去 太水 所以这不就说的讲究吗 对 但是我就觉得这个特别有个概念很有意思 就是他说的这个主观的真实 你比如说他可以讲究到很多这个细节上 比如说那个时候 这个日本鬼子 他的一个军装 是个什么 色 或者他一条腰带 必须是什么 这他都特别斤斤计较 但是实际上又有很多是魔幻的色彩 就是我们会觉得好像当时不一定是这样 其实你只是有一些是这样 你知道我看他的这个 他的这种独特的影像 让我想起现在的一种技术叫增强现实 你知道有一种叫AR 就是它是一种电脑的一种东西 它在现实上面别加上一些它虚拟的东西 所以它就出现了一种叫做增强现实的这么一种效果 这是不是你说的这种所谓主观现实 你要说创作这事 就离不开主观 否则那就托尔斯泰干嘛 要马爷干嘛 要王硕干嘛 要波尔赫斯干嘛 就是他的脑子和他的眼睛看的世界 你有幸说呀拿这本书看 我也过回博尔赫斯的眼睛 马尔赫斯这么看事了 这是有意思的 这叫创作 要不然你就旅游嘛 旅游就瞎看就完了呗 我也看看南美 你也看南美 看啥样算啥样了 但是经过他的表述 或者经过达利 或者经过梵高的话 他告诉你天是这事了 那他那忠实能这样时间是留下来的 这可是有了不起的东西了 所以没有主观是不行的 不论主观就不叫创作 那么主观到什么程度 主观从哪来 这是很有意思的 从哪来 你必须有大量的对生活本身 就是所谓客观的认识吧 波尔赫斯可是瞎之前看了很多东西 看到连中国的《红楼梦》他都明白 所以他有他的话语权 他有他可以变形的这种权利吧 那我想请问你除了这个主观的意识 跟客观的认知之外 你会不会觉得 其实你也对某些东西 有一些特定的迷恋呢 你说的对 因为每个人肯定有偏好的一面 例如你两部电影里面都把这个大清 那个王国这件事情赖在自己头上 没有 这是他觉得是他推翻的 这也算赖自己头上 我其实 所以你对于这个角色 对于把这个大清灭了这个角色 这个人 你是有迷恋的吧 那倒不是啊 我是想说 其实很多事是偶然的 因为给我的 我看了一些东西 让我发现 偶然性真的是比我们想象的要多 而且 当然 这偶然性是藏在必然性里边的 你大势所趋到这 最后骆驼上一根草嘛 不定是哪根草了 另外我演的那角色 其实我从来没喜欢过他们 我觉得他们都是一帮 吹牛逼 然后自己把自己玩砸了的主 像这蓝清风也是 你一直要自己下一盘大棋 结果不知道自己那子放那 我觉得那个马走日也是这样 但是他们自己不觉得自己玩砸了 蓝清风这次比马走日好点 他开车送李天然去北海的时候 可能意识到自己要玩砸了 这是我拍这个电影 我觉得比以前不一样的电影 就是他们每个人 无论对自己成长 和自己的失败都带有某种自觉性 可能是我今年55岁了 当然比如说再体现出主观和客观这件事 我非常有 可以聊一些 我觉得其实大家应该注意这个 不注意这个就永远没有创作 比如说我拍《阳光灑烂日》的时候 我就跟他们说我说扫地先扫地 把地都扫了扫干 他说你干嘛来扫地 我说你这地太脏现在 然后他们弄了好多群众演员 我说群众演员都撤走 不要 这条糊涂又没有群众演员又干净 我说起码符合我主观的一个记忆 因为那时候没垃圾 没得扔 您扔什么呀 好没扔的 然后这街上它真的就干净 它没有那些 垃圾它当然就干净了 没有人我能从互动口这边看那边 这能看穿了 我要的这效果 当然很有可能那时候还多俩人 但是一定不多到挡着你的视线的程度 第一绝不会脏到现在的程度 那我就要抓住这个 好现在也是 他们拍日本鬼子 而且不像在哪呢 首先都太高 我把我那电影里边进城的日本鬼子 全是中学生 为什么呢 因为这枪三八大盖是一米六八在这 它不变 现在四个人一站 那枪的刺刀都比人矮 你看过去的老照片 这刺刀比人高出这么一圈都 那时候日本人个矮 全世界都矮 你看那美极谱 现在你随便到电视场那找一个 我往上一坐 得这样拿着方向盘 真的是 就没法像人家哇那么帅着看 脚没这范哥 是 都是局促的 我在买一个美军的军装 一个孝级军官的军装 我穿不进去 谁能穿进去 一米六 一米七三的人 他就应该那么高 因为周恩来当时 周恩来是一米六九 周恩来旁边比较高的美国军官 也就一米七三了 那就是大个了 那日本人说一米五 不是在小桥日本人 他就该一米五 对 那时候 所以他一米五 拿一个一米六八的枪 刺刀正好比脑袋高这么多 这 这排起对了才对 扛起来也对 这手这么扛着拿着 刺刀在那 你要不现在我一扛着枪 在这刺刀在这 就不对了 这个 整个画面都不对 钢盔编不了 就这么大 你现在往后背上一搁 跟你玩似的 这也不对啊 对 那时候人的脑袋小吗 当然 人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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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枪 这枪和钢盔都在那 这实物摆着 我只能根据他俩 找矮个的人 好 这是一种 还有一种就是 我不能 比如说廖帆他们不能太矮吧 那把扣子做大点 因为这扣子 扣子不变 你看老照片 你觉得衣服穿上领子哪了 它另外一股劲 你仔细看 那扣子大 不是扣子大 是人小 那衣服它只能做 显着那咱们 还能拿那扣子显着 比现在大一好 这样你才能造出一种 所谓 陌生感 也就是说 其实你更像过去 但是它主观了 因为这东西 它不会用那么大扣子 或者不会用中学生 因为别的生 别的别的 你找当兵的不行 找什么都不行 只能找体操队的 刚进去的小孩 所以你看 他某种 讲究 而且这个讲究 是为了什么呢 看着仰眼 他对啊 要不然你不对 他操啊 你比如说 对于今天的观众 咱就说年轻观众来说 你日本鬼子比枪高 还是比枪低 对他有什么所谓 你知道我 这就是我是一个 非常正能量 一个乐观的人 我觉得他今天不懂 他有一天会懂的 等他懂那天 回来想 老江真对得起我 老江对得起历史 我对得起 他小时候无知的时候 你尽管无知到 你连都不陪孟广美 去看一步之遥 没关系 有一天你会明白的 我对得起 那时候就够了 他说这样 他不懂没有关系 我有一个态度 就是很难在中国人身上 找到有人有这种态度 叫什么呢 我做事不是为不懂的人做的 我是为懂的人做的 对对对 你来一万个人都不懂 没关系 有一个懂的就够了 那9999个是陪着 现在因为 他们有可能将来还会 对那你太乐观了 就是大部分人 会有这种态度 就是做事 我们不仅仅是拍电影 拍电视剧 很多人都会说 这有谁懂 差不多就过去了 我不是曾经有时候 也被人拉去做个什么 这顾问那顾问 我一去 我说我没法帮你顾问 您这都 哪有哪都不对 他就说哪有人懂 我不就懂 你不把我也给交来了 对吧 他总有人懂 而且一个电影中 他所包含的内容太广泛了 你哪知道他懂哪一块 专门有研究枪械的 一看晚上说 你看这枪不是哪时候的 你比如好多那个人 找你的毛病 说你那枪 当时就没出现 你怎么能让他扛这么一枪 人家有人懂 那我还不同了 我觉得很多时候 叫这个枝 也不是为了人懂 是为了过自己这一关 还可以啊 要不然呢 就是睡不着觉 其实呢 我老觉得 要不说艺术家 他这个字嗨这块 我觉得也挺有意思 就你比如说 就说我看这个费里尼的那个自传 叫梦是唯一的现实啊 他就产生一个恐惧感 到他六十多岁的时候 因为这人呢 跟姜文一样爱睡觉 他一睡觉 这什么意思 不是 哎不爱睡觉 不是就是说 我就睡不着啊 失眠呢 就是他哪怕这白日睡觉 白天睡午觉啊 他一睡就做梦 这个梦啊 他就要把他这个梦啊 拍出来 然后呢 他就每天一到这个片场啊 是他最嗨的时候 他可以指挥 然后他就是 要把他这个梦给拍出来 但是呢 到他上了岁数呢 他开始有一天啊 睡觉没做梦 他就恐惧了 他就说 失去了这个 这个做梦的这种能力 那没有 我我看见 我还得 我还得 扶老鞋用呢 我家里那么多事 老头老太太上医院 嗯 孩子上学 这这这头我都留着呢 都留着 心里分得清 不能 不能拿 我哪那么幸运 我天天撒着交 做着梦 他我跟你讲 那是费力尼 但是这个主观和客观的叠加 你知道这个让我想起一个 非常有意思的概念 就是说啊 就是西方人的研究中国古画 就中国古画 你看这个中国画吧 他也不像毕加索或者什么 弄得完全不像了 他也像 你看一个松树 他也像 可是呢 你在真实生活里啊 找不到任何一个松树 跟他一模一样的 就说这个画家 他是看过了千百棵松树 最后他说 所以说你看 宋朝有个书法家叫米福啊 他就说一个提出一个词 叫心印 他中国画家呀 就是这个心里边的一个印 你说他是真还是假 他是主观还是客观 他一辈子可能久上黄山 他看过无数次黄山 最后他凭着他心里边 留下来的一个印象 他画出个黄山 你一看跟哪个风也不是 也不像 但是呢 这就是那普遍意义上的 那个典型性 但你没有普遍性的认识 你出不来典型性 你认识不够亮 你就只能自个儿 亮变变到制变 对 所以实际上你还是 脑子里有很多很多的 这个细节 当然了 我得比他们更多的 客观的认识 都认识到兔了 我才能找到主观的表达 其实啊 就是说北京那个 或者说北平啊 就是在七七事变之前 我看张北海的这个小说 霞隐啊 哎 他就是好像想回到 想用文字啊 记下来那个时候 那种生活 那种生活 就从日本鬼子打进来之后 到现在也就再也没了 你比如说 光北你可能很难想象 可能这个比如说 这个什么真光戏院 放着这个好莱坞电影 又有这个老茶馆 哎 又有这个西式的咖啡厅 然后吃的都是什么呢 煎饼果子就有咖啡 或者在这个四合院里 是吧 四合院里吃着什么什么什么 羊头肉 喝着威士忌等等 洋人们在这个里边 他那种生活呀 就是中西华洋杂处 华洋混杂 这种生活出现过那么一个年代 对 而且北京的华洋混杂呢 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特征 是永远不交融 北京永远不交融 大爷就是大爷 你看上海啊 各不各的 上海是我说 东西方文化结合的最好的城市 天津 我们隔壁天津 是土洋结合的最好的城市 它码头城市 就是码头文化 跟它的那个五马路 那些洋楼混杂在一起 天津跟它能融 就土洋结合的好 北京是绝不相融 大爷就是大爷 也不完全 满爷 我倒是觉得 有些也能混一 混一点 当然那也 乍一听听不出来了 比如过去老北京说 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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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起来就是90年代 什么时候人家给着了 六国饭店我们年轻的时候老去 绝对是一牛的地 六国饭店 六国饭店是 你想六国饭店 你听这名 你现在还没这么狂 你找六国家盖一饭店 还盖不成 得有八国联军才能有六国饭店 六国饭店 就在东西东郊民巷那个口上 很多人藏在里边 闹革命的 怕被抓走的藏里边 警察就不能进去抓去 当时是这么多 那时候我们去到六国饭店 还能吃洋餐呢 北京能吃洋餐的地不多 新桥是一地 吃饭就是每次吃饭的时候 得做好打架的准备 跟谁打不知道 就是因为饭兆了 因为到那吃饭 本身就是拔着饭去了 拔着first去 不拔饭不去那 要拔粪就要有牺牲 打架的事是经常发生的 你为什么 你好好在家不能吃饭吗 你干嘛去那吃饭 就是要不一般了 所以你看 讲究 一说起老北京这个讲究 你就觉得 它不光是个生活 一般生活用具的这种讲究 它包括一切方面 你比如说他电影里有一细节 我就觉得挺逗的 这个可能北京人就是说 他要买瓶醋 他要买醋去 对 这醋啊 对 接冬头也有 接西头也有 我非得到冬头那家去买 买醋干嘛呀 就说我包饺子 我就好这口醋 我这饺子是为了配我这醋 才包的 牛肚带主 他是这样 他宁可反着来 是吧 我今儿想使这筷子了 今儿我来炖菜 回去 你看专门 我看这行天还拿一小金杯 倒这醋在盘里 另外还有一点呢 这里边可能我不自觉的想 那么做的原因是 生活中有很多事呢 是以恶传恶就可能变成伪命题了 比如说 哎呀 拆北京啊 怎么怎么 其实拆北京不是从这时候才拆的 早就拆了 那里边不是有句词吗 说又把这黄城怎么给拆了 那是民国甚至清末的时候就有人拆了 碍事啊 或者当时那些黄城拆了卖了 我就可惜了把词给剪了 因为太长 很多名流买一堵堵墙 还有外国人 甚至还有军发 是黄城这堵墙啊 那四米乘二米给我 搁他们家花园里去了 跟后来柏林墙一样 嘿 这挺会收集文物的这个 嗯 砖也是 所以这东西不是后来 现在一动一来说 哎呀你看民国怎么着 咱们说民国拆东西不比后来少 说江门26年拍了六部电影 广北车 怎么活呀 那他是不是不太有钱呢 我没有 我说好像 你是怎么说的 我说好像他挺有钱的 我说怎么过日子 怎么过日子 因为你也不走 很少人也不走 看这么说啊广北 就举凡得跪着做 你家老公呢 他必须得让你泡茶 是吧 然后还得说这样 我自己就泡了 我呢可以不喝茶 你不让周英泡茶 我喝水 不是 他爱泡不泡 因为他是南方人啊 他懂茶 对我来说我不懂 我觉得有点色 可以 没有色 喝白水也行 这对我 我不愿意耽误这功夫 你可能愿意 但我觉得 我理解我也不懂 这不是我想 我追求的事 所以我弄 最后我这特省钱一人 我不是故意省的 再省过也 我老公省 我觉得有多少钱 对我来说都是特多 我真的 我都觉得少啊 多了找我呀 多了找我 所以你为什么老忧郁呗 我跟你说 我从毕业拿第一份工资 47块钱 我就觉得我是富翁了 我可以造了 我可以吃饭了 我可以下饭馆 我可以买双皮鞋 然后丢了 买不牛丢了 还有一次买一双皮鞋 一朋友来我们家 说走 说你穿我鞋走 穿我鞋走 他说那你怎么 我说你穿走 穿走 要不你不能没鞋走 穿鞋走了 不要了 就够了 是你还有什么呀 别的不需要 名牌不需要 我不觉得 他作为衣服 我穿 我还觉得是一恩赐 这想不通啊 这事 那你不觉得 就是说 比如说别的导演 拍大片 挣大钱 出大名 可能这家伙挣好多好多钱 你会觉得有点 怎么说呢 我是不是也该挣点钱 我怎么不觉得有这种人 谁呀 嘿 你们导演圈里发财的还少吗 说的好 还说的好 我不觉得 我觉得是这样 我不熟都不算 得我认定的才算 你看 我跟他 他这种感受是对的 我也是 我没有多少钱 但我永远鄙视钱 你别拿钱 因为我在我这种身份中 老有人来买你 我说你真小看我 就是 对 我们真是从内心比试 因为 刚才想起来 爹妈都拿命抵这事的 你拿钱抵不了这事 对啊 这已经咱已经过得很好了 对很好了 你也别说这个 我也有这个风骨 就是说 你也有 我一般就说 这点钱就想把我买了 多了 这点钱就想把我买了 这20年我见头 多点 但是你记着啊 你是 你是那些商人的客星 你把人给逼到墙角了 死角了 就这点钱 你把我逗中他买了 你放心 他真不能比这再多了 到头了 就这点钱 他哪来那么多钱 商人没钱了 东拉西折 然后拆中枪 补西枪 得靠你才能让他再涨点钱 您说这点钱都买不了我 他他真没有了 你要跟我逼我 我真好面 孙子 你需要钱不够是吧 老马 给我点 把拽给你 你积我行 你积商人 他就真没有了 他就把头给你低下了 我不买你 我买别人去了 他这是在幻想吗 什么叫幻想 你对世界不了解 我跟你讲个事 当天有一回 我跟那个朱家进先生 那是五代人在皇宫里做官的家里 那钱就甭提了 捐给家东西最多的人 有一次开会 开会呢 这个一大堆人 就是中间休息 有两个人 痛不清的满天飞 就说有一财主如何如何在北京买着如何如何大的一个院子 朱先生就问了一句话 说那院子大里头能划船吗 你这话有点损你知道吗 因为他小时候有张照片在他们家院子里划船 那是大货人家 你别跟他吹着 可没有用 所以呢 他买不起你 你只要说我这点钱就买我了 你给人顶到头了 不会再多了 你放心 你别以为 那应该怎么说呢 你就见好就收呗 拿点收点呗 但是我肯定是就算了 我觉得我五十多岁 而且我 老马爷咱俩觉得咱俩都这么有钱 很好 干嘛呀 再多还能多到哪去 不是 对对对对 他说这话对啊 就是再多多不到哪 而且比不良 花不了 比不良有钱的人不认识 没用 兄弟我也是五十了 所以我很想知道你们这个老哥哥们呢 大几岁之后 这个年龄上是个什么感觉 是觉得有老的感觉吗 有点往下 我告诉你 你别问他 你问我 我比他大 我告诉你啊 人每过十年都会有明显的心理状态的改变 四十五十六十都会有 尤其刚跨过这个坎儿 你会有悲哀的感觉 你比如我五十岁那年 我就心里觉得 怎么五十啊 我小时候看五十岁的人都快死了 你不是做山雕吗 对对 然后他没有 他没有 我有啊 他也有 你今年五十吗 五十啊 五十啊 你快五十一了 你让我再嫩一年不行吗 你等会你等会 作山雕就您这岁数 等会你碰见的杨子蓉 我告诉你 那我还没混成作山雕呢 你听着 等你六十岁那天 你会觉得五十岁特别好 什么也没有年龄之前 我都想 你现在不羡慕八十了吗 我都不羡慕 那个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 你不是妒忌人家 刚才一开始我们就在说 就说我真的是在想那一刻 我都想当时你们那有一沙坑 你想我都想得多具体了 你们那学校里 怎么我隐隐约约有一沙坑 但是呢 我又想不清楚在哪 你说我们学校 对啊 然后 中系 中系 我对中系非常熟 我一不上来就说四层 四层是最高层 他们缠住在四层里 我肯定是很熟 女生在四层 女生 对 你一来恭喜了 马爷的美好回忆 马爷上次 当年到中系找女生 是姜文在门口拦着 我确实不计 我自己来干嘛 你太不计这个事了 马爷对不起 你不可能计的 然后呢 这个我在想啊 如果我能往回 退回去 就是年龄啊 我愿意丧失所有 没有用 人就是年轻值钱 甚至都不值钱 哎 那你说你有什么社会地位 你有多大财产 到时候就是一零 不是 你有这个养老的考虑吗 你比如说 那叫 越岳越岳 他能活一百亿 你跟他说什么养老啊 咱现在也不趁机多捞几把 那将来老了 这个挣钱能力可能会下降 对吧 花五百日 什么的都好吗 什么的都又是有可能 不是 我 花五千日 我都认识孟广美 我都认识孟广美了 我也认识邓文涛了 我能老到哪儿去 我倒是不行 我找你们去 往他们家门口一坐 管饭 管饭是最低标准 你怎么说这个最低标准呢 我们家吃饭挺想救 你说的他跟这个女生广美 你这个女性角度也可以聊聊 对啊 其实江岛来了 我们不能只谈他不完整了 是吧 嗯 咱聊点什么 聊点您夫人的事 嗨 啊 聊聊 我以为聊聊 没有聊 不是 您夫人也是您的这个 您的作品的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灵魂人物嘛 对不对 而且我这 我昨天还发现一件事情 他在前一部电影里面只是一个 选角的副导演 嗯 是吧 嗯 他这次是总制片人 温州人嘛 人家不愿 人家必须当老板 嗯 所以这个 人家有这个实力 这种感觉好像是 这种感觉好像是我老公说 哎 要不你来当世贸天界的董事长吧 哎 哎 我告诉你 这是 我跟你讲 再三辈子都不会发生 我告诉你 你们家为什么就发生 你就告诉他这么一件事 嗯 你就真答应他 你绝对比他 他不可能要求我这么做的 那我是这么要求 我说那你你你 你愿你来吧 他说他一定说的对你好 不是 百分之百 然后不爱算账 算不过来账 对 我不是跟他说 我说 再大的账也是撒瓜俩枣对我 值不得我费那么大的心思 我真的是这么想 我觉得犯不着了 但是我们家 他就是这个周老板 他会觉得 你这样就浪费 你这是又浪费 生命又浪费大家 他愿意把这事接回去 那让他接呗 那我想请问 就是说那大事听谁的 我的事啊 不是 哪个事算大事 拍戏的时候啊 因为他是总制片人 拍摄听我的 但是拍摄花的钱呢 所有我不想听的事 都归他了 都归别人 我不管了 但是要是拍摄 超出预算了 听谁的 什么叫预算 这就是老婆当制片的好处 想不想把这事 你请吃饭 请 我觉得我导演 就是请观众吃饭 你老人说 这菜太贵 那菜太贵 我觉得没意思 对吧 一顿饭能贵到哪儿去 你电影能贵到哪儿去 一顿饭贵不完 一个镜头有时候挺贵 也不一定 我觉得他吹牛吹大夫 他说的是一个道理 就是如果你有心 请大家吃一顿饭 这菜多贵就点了 这是餐厅里最贵的菜 你不能点的菜 还说这贵 就没意思 这个我都能理解 你觉得尽管我 小市民阶层对吧 我都真的觉得 做个节目 在有的这个范围内 他只要能好 真的是不惜代价 但是我跟合作伙伴 但是有很多人 不是为了请你吃饭 就是为了请你吃饭 给他看 或者请你吃饭 给这人看 你当一局中局的人 你当然吃不好了 马爷看老远看 马爷姜文不错 还请龙龙美吃饭 然后我跟马爷说 马爷将来 我也请您吃顿饭 说马爷说 愿意上钩 不愿意上钩 说你爱请谁 跟我没关系 其实你啥也没吃成 这个没意思 我觉得这个没意思 还有拍电影 不是为了请观众吃饭的 有啊 为了上市 为了换股票的吗 有啊 拍个电影 没票房 能上市 能涨吗 这事你得问专业的 他们都有办法 这都不是事 我反正跟谁 我也不签 我就自己这么着 我觉得挺好 很好 我干嘛呀 我弄那个 我觉得 因为我觉得中华电影 这么多年啊 我们有一个 就是解不开的事 叫电影情节 我说我们年轻时候 看电影是必看 有人上来就呛我一句 什么叫必看 我说我很容易 给你解释这个问题 扒着墙头 脚底下点 垫六块砖 扒着墙头 看两小时 这就叫必看 是 看过吧 是 我们过去 看电影不让进呢 是 不让进 第一 先抢人家票 抢电影票 还画假票的 画假票 文明了 你没干过这事 你生活的条件太好了 你部队大院还去抢人票呢 进不去呀 你以为部队大院有钱呢 装不下那么多人 电影院里不可能有一个空座 怎么抢票呢 部队大院的就叫穷病牛 我刚才怎么抢票啊 你到电影院门口的时候 因为入场的时候 那时候电影院大 可不像现在的破电影院太小 过去电影院扔进一千多人正常的 然后那小孩呢 有特小孩拿一票 举着进 明白了吗 这就完了 8 一折 这票就是我的 一转身 那边 抢票的人一定手里 你抢票的人不能进 因为你一抢 有人能看见 这首8票一低了 这首就送给另外一人了 我这回送给他 下一回他得送给我 就跟意大利专业扒手差不多 你这给说高了 我没那么高 就是为了看场电影 我们站着看电影的这个经历 是我年轻书 就是必修客 站着看场电影 不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吗 站着算什么 我们站 我们工厂在院的 站不但是站着 而且是站在屏幕的背面 正常 看电影 这部分正反面 对对对 全体外面在正 土了土了 比如说正反面 就是你心里还有结 反面也是电影 无非君丽这么降 就这么降 出枪这么出 没错没错 这个是这样 所以我们有一个很深的 小时候我开枪 特别能理解 我能有 就是有一个感觉 就是它很深的电影情节 电影是不容糟蹋的 我先说 就跟史旁里说的 第一幕尾 第二幕尾 对对没错 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 我先说我自己 我有一阵子 不要做一节目 那电影我得看 你说电影卖那么多票房 你不看不成 不看你不能说 我看 我硬着脑袋看一会儿 我给关了 我不看了 不看了 我没法做 但是不行 隔两天 他说那节目还没做呢 说得看 又看 两次 抱着巨大的成绩和工作压力 电影看不完 那我不认为是我的问题了 我认为一定是那个电影的问题 电影太对不起我了 我们这么认真的一人 你电影得对得起我 就是你电影好不好 我觉得马爷说的特别关键 就是说 你能让一小孩踩着砖头 扒着墙头看电影 然后不惜犯错误去抢票进去 他得多吸引人 你现在拿那么多钱拍电影 他不吸引人 就没意思了 我觉得电影的确是这个茶余饭后 得在这个家长里短之上的一种梦想 变成一个话题 对 而且就是分分的东西才行 你天天聊这个分内的和聊这种家长里短 或者说是撒瓜俩走 这不叫电影 拿电影聊怎么挣钱 拿电影聊怎么泡妞 这啥都不是 他可能觉得这是个娱乐业 我只让他们问票的人得了娱乐 那就错了 娱乐是什么 叫他说这个 你能让我为此去抢票 你能为此去翻墙进去 为我让我去扒着这个 踩着砖头看 这叫牛 你不能老是那么脏吧 但是这就是说 你比如现在还有些人讲 一个是电影 满足一些这个俗的这种需求 甚至呢 现在都 你要记得啊 俗人 就是说人往高处走 谁往低处流 俗人是要往高处走的 你别想让俗人瞧不起人家 这也不合适 给人点好东西吃 他会记得你原来对人尊重来着 您天天想着接地气掏人兜里点钱 人家进步的时候回头一看 现在当时给我拍什么烂电影看 不靠谱 那要是你这么好心好意 但是他还不受落了 他还不受用呢 没关系啊 给他点时间 来得及 而且现在这个事啊 就变得很复杂 你比如说 还有些人讲 就说这个网络科技啊 这些东西的发展 说将来电影院还有没有啊 有的人说 没准是互联网上看电影了 甚至还有的人说 可能电影早晚都有消亡的一天 新天的孩子说玩游戏了 我觉得消亡不了 就说人只要有梦想 人只要这么说啊 如果现实都能满足你 让你觉得非常舒服 非常牛 无论精神的物质了 您不需要电影 您有这样的福气吗 就算您一人有 大家有吗 那比如这个 人类没那么大的运气 最多是说什么的 我拿这么点一小东西 我趴走哪儿 哪儿放出一大荧幕来看来 可以 但是您得看 非分的东西 那比如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没有这个 人生是很难玩 我给你举个例子 比如说梦想 打比方说要是将来 出现了那种真人情景 互动那种游戏啊 甚至是 那有很多个剧本的 就是你这个人 人做观众做主了 我选择就是 这路游戏打下去 我选择那就是 那样一个人生 他在游戏世界 这也是玩法啊 这也那需要人去创作啊 需要人去拍摄 需要人去把它制作出来 还有一点 您要有那么多的 自主选择性 您不当观众了 您当创作者了 这世界这么多人 七十亿人 你看看有多少有自主性 真的历史 对对对 或者说 没有真相 或者说如何可知呢 对吧 就是 但是呢 你会觉得啊 你看咱们过去经常说啊 你比如热恋的这个人啊 经常说那些发光的日子 就是某些日子 好像是发光的 我觉得 虽然说不要装小孩 但是呢 有的时候就说 这个人心里啊 就这男孩子 他有一种 那种 哎 比如说上房梁啊 或者 他占领一座城池 接瓦 接瓦 上房接瓦 对吧 或者说呢 哎呀 划分一下势力范围 你是哪边大哥 他是哪边大哥 你知道这样的事情 不见得是在现实生活中 可定可某发生的 但是呢 怎么没发生啊 你看你看特朗普 最近不是干这活的吗 这不断在划分吗 对 但是呢 他没有电影里那么好玩 那么有趣 而且就是说 甚至还有一点怎么说呢 孩子气 还有一点放嗝 你知道吗 还有点就是说 幽默呀 玩耍的东西 在里面 其实我就觉得 很多人对他的电影的这个评价啊 当然侧重于说的特别重 但是实际呢 他们比我想的还多 对 没错 其实我没想那么多 我觉得就是这个玩啊 玩的就像 就像过去咱们讲 这个明朝的时候 有个杨慎啊 中国人就三国眼 这个意里 有着他这么一首词 我觉得是中国人的一种历史观 或者价值观 跟别的都不太一样 就是说 青山是非成败转头空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对吧 就是或者这个白发鱼桥江主上啊 惯看秋月春风 结束的词吗 对 一壶灼酒 三国的罪 对啊 就是他那种兴头 非常兴头 但是呢 你这个大千世界啊 当故事讲 然后这个里边呢 他刚才说的对 诗词是高级的 从文学上往诗词聊是高级 人家是把各种杂味 锤炼完烙 最后上升点高级的东西 这临江仙嘛 他现在是这样 我觉得要给年轻人啊 指一条看电影的路 有很多人我认为不会看电影 你别看你在那 你对电影的评价 你一张嘴 我就知道你不会看电影 电影 他对自己也不会对待 对对 你看电影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 第一你要看出哪一块石 哪一块虚 哪一块是隐喻 哪一块是幽默 对 它是一种 就简单的说哈 我今天这一桌菜上来了 我先问你一个简单的事 没有任何人能回答 我今天哪个菜好 凉菜好 还是热菜好 还是那汤好 电影就是这样 你不能说这凉菜就比热菜好 你也不能说那汤比这热菜好 你说到底是实的这块好 还是虚的这块 你这是一讲就问问题 你这一般人 他跟你说哪个菜横 横 这就瞎了 那完了 好 他说那横呢 就是你哪个道菜花钱最多 上了一大块肉 这有问题 这叫花子才这么说 对 你要的是什么饭 是米饭 还是肥肉 还是瘦肉 哎呦 五花 你这菜横啊 要的了 他是这话 对 其实讲究有一个意味 就是玩真的 这么说吧 对得起生命 所以这个 不是说吗 你虽然是拍个假事 但你搭了三两年功夫 这功夫是真的 哎 命是真的 所以你 我干嘛要对不起自己这功夫 你像我去博物馆 没人爱跟我一块去 就是因为我老看半天 哎 我就跟他们讲这个歪理 我说我再一幅画前面 我跟他们看半个钟头 或者我说 人家这个画家 他画了一年呢 您就五秒钟 是是 对吧 你对得起他吗 他的很多妙处 你看不出来 对啊 你定值点看呢 而且你也对起自己 就是他给你画出那么多滋味来 你没看出来 你亏了 你其实得好好琢磨 他刚才说那 让我想起波尔克斯说的 就是说 一本书 都得是重看才行 对 哎 这是不是就是你 你刚才说的那个 你觉得现在有些人 他也不知道自己 怎么对待他自己 这就没办法了 说我就愿意对不起自己 我就愿意把自己 当夏斯兰活着 那你怎么什么办 没办法 七十一人 总得有点这样的 志向的人吧 没办法 你有没有觉得 有这种 劣币驱逐良币的压力 我觉得这事 我刚听说过这道理 但是我觉得 这这 我们这帮下三烂 很容易就能 把你们赶出去 我不 我不觉得 我不觉得 人 人多 势众 能起 起作用 总得有一个引导 总得有一个 胳膊腿是胳膊腿啊 脑子是脑子 不是 你知道 你比如说就像是霞隐 你要这样的话 人类社会到不了今天 人类之所以能到今天 其实我觉得上帝还是明白事 不是 上帝本来就明白 上帝知道怎么让咱们明白事吧 没走瞎道 不是 你比如说 我就是 你他说这 我就想起这个电影 邪不压证 这个霞隐 这个霞隐里实际还有一个 一个悲凉 他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过去啊 咱们这个一身的武艺 对吧 脸羞身行道 可是呢 你到了这现代 没人跟你单对单 没人跟你一对一的打呀 对吧 现在是打群架 结伙上 而且您那点功夫 凉击一枪 就把你干掉 其实你有时候 有没有觉得 这个有时候也是一种隐喻 就是说 一个坚持自己的手艺的 这么一个手艺人 你说的对 有意思在哪呢 这里边我还真是这么安排了一次 李天然也不傻 对你带枪的人 我比你枪带的还多 你都伸出手来了 他给你 这手拿把枪出来在这 这是李天然 当然对于根本这种人 在日谈比武的时候 现在我还真给你这机会 我把刀给你 你看我三刀 你砍着我 算你牛 砍不着我 我怎么折腾你 都是我的 后边就无尽地折腾了 活该了 这两点他都是有的 可以单耍 也可以玩强 但是他这分跟谁 哎呦 你知道这其实就是真正的那种强者哲学 叫做白尺肝头站脚啊 千层浪里翻身 就是说真在这个世界上你要能牛 你必须啊 真的是有出众出色 拿你的规则 我也能把你打败 咱们才是这个江老师 他才是这个电影界里这个 他开始害你啊 你小心点 你想跟我往哪说 我听话 我看能接着住吗 我不是让你往牛来说 我反而是又看见他呀 这个胡子都有点白了 我不禁有点想起啊 白发于桥江主上啊 灌看秋月春风 包括马爷子这个花白的头发 所以呢咱们呢就得一壶啄酒 喜相逢 咱们呢 咱们呢